大家好,我是直做健康美食的幽公主 今天我们来用全麦面粉做好吃的葱香饼 我还会讲讲它的营养搭配以及怎么吃才不会长胖 我们先简单看看全麦面粉和普通面粉的区别 顾名思义,全麦面粉就是保留了麦粒的全部完整结构打磨的粉 因为保留了麸皮,所以它的品质是比较粗糙的 而普通的白面粉是去掉了麸皮和胚芽打磨的 所以非常的细腻 因为口感粗糙,全麦面粉在过去是不太受人待见的 但是现在随着大家越来越注重饮食的健康 它因为比精细的白面粉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肥胜素和矿物质 所以被认为是更健康的主食选择 好,接下来我们就用全麦面粉来试试做经典的葱香饼 做法非常的简单,这些是所需要的所有材料 我们今天用的面粉量是200克 提问,一位女士一顿饭里含碳水化合物60克左右 每100克全麦面粉里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大约是72克 那请问200克全麦面粉呢,一位女士可以吃几顿 好,这就是200克面粉的量 大概是1.5杯或者是400毫升 那我们这次呢,全部用全麦面粉 大家也可以混合全麦面粉和普通的白面粉 最后呢,我会给大家对比一下效果 我们把水烧开来准备和面 注意呢,水是要用刚烧开的水 200克面粉呢,大概是配130克的开水 大家感受一下面粉和水的比例 接下来我们开始和面 我们一边加水一边搅拌 尽量呢,把面粉都搅湿 如果发现有干面怎么都搅不进去呢 我们可以加一小勺的凉水进去 继续搅拌 水不够的话一定要一小勺一小勺的加 千万不要一下子加多了 最后全部面粉都搅湿了之后呢 我们开始上手揉面 揉大概一两分钟 把它揉成一坨光滑不沾手的面团 然后我们给面团盖上保鲜膜 放在一边饧面30分钟 等待的时候呢,我们来准备一些切碎的小葱 家里有白芝麻的话呢,也可以来一点 给它炒熟,加一点更香 没有呢,也没关系 然后我们准备案板 为了防粘,我们可以撒一些干面粉 或者可以刷一层油 还有一个很方便好用的方法是铺一张防粘的烤盘纸 半小时后面差不多醒好了 醒面之后呢,面团更加的顺滑 韧性也更足了 揉起来特别好玩 像小时候玩橡皮泥的感觉 我们给它弄成一个均匀的形状 方便分块 回到之前的问题 数学很好的你们肯定算出来了 200克的面粉呢,可以供一位女士吃两到三顿 那今天我们做的葱香饼的量 可以作为一男一女一顿饭的主食 我们把面团均匀地分成四份 取出其中的一块 用你有力的手掌先把它按扁 顺便用你灵巧的手指帮我点个赞呗 没有擀面杖怎么办呢 大家可以像我一样用家里有的圆圆粗粗的东西代替 例如保温杯 我们给它擀成一个尽量薄又长的形状 然后均匀地撒上少量的盐 你也可以选择性地给它刷一层油 这样更香 但是为了节省热量不刷油也没问题 然后我们给它撒上一层熟芝麻也会更香 当然这一步也可以省略 最后我们来给它铺上葱花 葱花是不能省略的哈 不然就不能叫葱香饼了 老板来一个葱香饼不要葱 然后我们继续玩 把它从边缘开始卷起来 尽量卷得紧一些 最后呢把两边收起来 再拉长一点点 然后从其中一头继续卷 最后呢我们把它卷成这样一个不可名状的形状 其他几个面团也用同样的方法卷好 然后再次用你宽厚有力的手掌给它按扁 然后接着用擀面杖给它擀薄 我试了一下不同的厚度 因为全麦面粉口感比较粗糙 所以越厚就越容易干硬 看你的喜好 我觉得这个厚度是最合适的 像这个厚度吃起来就会显得很干 接下来把锅烧热 放上一点食用油 在锅底均匀的铺上 我们用中到大火 一面大概煎两三分钟就好了 饼厚的话呢 时间就稍微长一点 油的热量很高 所以不要加太多 但这个面饼还好 它不会太吸油 我煎四个饼 一共用了大概两勺油 好了 我们的全麦面葱香饼就做好了 闻起来真的很香 它的口感会相对粗糙 也会更硬 但是它的麦香也会更加的明显 那么问题又来了 200克面粉大概是680大卡 用了两勺油 一共大概是180大卡 那么请问这一个饼是多少大卡 我们来对比一下 混合了一半全麦面粉 和一半普通面粉的葱香饼 相比之下呢 加了一半白面粉的饼呢 会更松软一点 口感也没有那么硬 如果你不太喜欢太粗糙太硬的口感呢 混合两种面粉会显得比较平衡一些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营养搭配 很多人的习惯用葱香饼搭配白粥 但是它们都是碳水化合物为主的主食 所以营养就不均衡 热量也会比较高 那我们需要给葱香饼搭配的是 丰富的蛋白质的来源 例如鸡胸肉 鸡蛋等等 然后再来一碗混合蔬菜糖 这样呢 就是营养丰富 热量适中 不怕长胖的一顿饭了 好了 感谢你的观看 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给我点赞和加订阅 我是幽公主 关注我 让健康的饮食成就更好的你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